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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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儿媳妇这么跟老公说话的吗 这小辈子还懂不懂点规矩 爸 爸 爸 您说得是太对了 就说的这规矩我跟你说 爸 我今天上午严肃地我就批评了小米 我一点面子没给她留真的 我就那么说 我说你这丫头也太没有规矩 太没有教养了吧 你怎么能那么跟我爸说话呢 我爸偷水再不对 我爸偷水 我偷水了吗 对对对对 是 就是我爸就算做错了也轮到你说呀 是不是 你是谁 你不是儿媳妇吗 儿媳妇能批评老公公吗 只能老公公批评儿媳妇 没有儿媳妇说老公公这个道理 太没有规矩了 当时她就哭了 就抓着我这手说老公我错了 我不应该那么跟你爸说话 我想给你爸赔礼道歉 但是小米吧 小米 她这不好意思你知道吧 她真是这么说的 真是这么说的 其实小米这人吧心眼特好 她就是这个 就坏她这个嘴上了 她这个心知口怪 她有什么说什么 她就不过大脑子这个 真的吧 你要说她这没规矩吧 其实还真不全赖小米 主要怪她妈 她妈就没教育好这孩子你知道吧 你比如说我爸 你说我 我什么时候没规矩过 我到任何场合任何时间 那一提到我绝对是 遵老爱幼 知书达理 团结同学 尊重师长 热爱劳动 讲文明懂礼貌的好青年 我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果 那就是因为我有一个 会教育孩子的爸 我跟你说爸 如果小米要生在咱们家 要是您闺女 那学文学绝对能拿诺贝尔文学奖 要是学科学能拿诺贝尔科学奖 她要是学了外交 那倒是联恶国去 绝对能维护世纪和平的 多复复有余儿吧 小子 你这句话 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这小米其实挺好的 对 她为什么能有今天呢 我想了想 你说得也言之有理 就是你丈母娘没有教育好的 你说你丈母娘 年纪轻轻的就把婚礼了 其实现在我特别同情 你那立了婚的乐章 跟这种女人 你说这日子难过吗 真是一天也过不了啊 那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呀 小米 是 这老话不说吗 说父母啊 就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 这孩子啊都是一张白纸 这个大人呢在上面画什么样的图画 他就是什么样的图画 写什么样的字 他就是什么样的字 是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千万不能 让你丈母娘那些坏品质 坏毛病 传染给小米 如果小米传染到了我跟你说小子 那可是他们金家之大不行啊 爸爸爸你放心 这计划我都制定好了 我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彻底改造他 改造小米 但是我这计划爸 还有您的事您得帮我 就是您得参与起来您得帮着我 你知道为什么爸 因为这个 就是其实犯错没关系 他只要帮他改好了就是好同志 您说是不是得到的 是是是 但是您有的时候把这性子一上来吧 容易急您千万不能急 您俩一枪架起来这个就就麻烦了 他就不和谐了 一不和谐了 就不利于彻彻底底的改造 他那种事不得到的 你说得太好了 你说爸爸是那没休养的人吗 不是 爸爸是那没有度量的人吗 不是 爸爸是那没有素质的人吗 绝对不是 对 不是 爸爸一定要做一个心胸快阔 我拔开胸膛让你一看 心胸就像无垠的沙漠一样 所以咱们哥俩 这 不不不 咱爷俩 联合手来 并肩作战 把小米彻彻底底地改造好 是咱们共同的目标 将心比心吧 嗯 你说 你大姐都四十多岁了 也没成个家 也没有正年八百的工作 你说做生意倒来倒去的 一事无成 我不都忍了吗 人家小米要是跟你姐姐比 那不是比的强百倍 强千倍 强万倍吗 是不是 啊 你的闺女你能忍 为什么别人的闺女 你就不能忍吗 爸 我太崇拜你了 吃饱饱 哎呀 累死我了 行了 搞定了 吃饱 走吧 吃饱去 你爸还在外面呢 他都吃饱已经回屋了 行了 走吧 走吧 那我还真有点热 你爸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你老公一出马 没有办法成的事 高兴 真的 赶紧吃点吃饱 那个偷水师姐也说了啊 偷水 偷水没说 怎么最重要的事 你给忘了呢 那你们俩刚才 乌拉乌拉地说什么呢 说那么多呢 确实忘了 确实忘了 不是老婆 我这不主要惦记你吗 你在屋里 也没吃饭 我怕你饿着 我得先把我爸 你说回去你 这不才能出来吃包子吗 对不对 赶紧赶紧吃 赶紧吃吧 那你现在去说 那我吃包子啊 不不 你让我歇会儿 刚才我说的口干舌燥 你听我这嗓 那我给你倒碗汤 行行行 行 你别忙了 你别忙了 我喝口醋吧 烟烟茶 老公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不许失败 凉会儿吧 舒服吗 舒服 刚才我忘了跟您说件事 啥事啊 水 水咋的了 水 是生命之源 节约用水 人人有责 我真没偷 不不不不 我不是说您偷 您这是个习惯 您这绝对是个习惯问题 我是罐头啊 您别说这偷字 我觉得这个字用得就不准确 您看我 您别记忆我说是我的想法吧 因为您吧 这原来都是在矿上养成的习惯 但是现在咱这小区呢 跟您那矿上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你看原来您在矿上吧 那滴的水 那水表一点不走字 对吧 但是咱这小区现在都是电脑化办公了 只要你一滴的 不管这水滴大小 只要一滴的那马上电表 那水表就跳字了 所以您现在这种做法呢 一点便宜都占不着 爸 今天您怎么想着包包子了呢 你不是愿意吃秦菜馅的包子吗 爸 你这包子太成功了今天 我买了五斤秦菜 四块钱的肉 爸 这个 这个 爸 以后您这个肉就多放一点 这个荤素搭配 所以它讲究会影响均衡 是不是 您多搁点肉 你光吃素也不行 也得吃点肉 对对 爸 你看那天我去小米家我们吃饭 他妈做了一桌子菜 那小米一上饭桌 我跟你说 爸 把那菜里所有的肉 肉末肉丝肉的 全给挑走了 这弄得跟在咱家受苦了似的 好像咱家不给他吃肉似的 你说咱哪至于这样啊 是不是 爸 小子真是难为你了 你说你狗儿磨脚的 跟爸说了这么多 你不就是想说小米愿意吃肉 以后做饭让我多搁点肉吗 多做点荤的吗 你就直说呗 我又不是那不同情打理的人 你非这劲干啥 那那个今天咱这几档子 您都记住了吧 爸 三档子 对对对 三件 三件 一 再也不投水了 习惯 这是个习惯 我改 二 以后做荤菜的时候 多整两个仙肉 不封定 三 咱俩联合起来 对付你媳妇 改造 改造小米 怎么样老公 请喝水 搞定了 搞定了 偷水的事搞定了 这不愧是我的好老公啊 我要给你鸡大公 真的 累死我了 说吧 怎么考老我 那你说 怎么他拉你啊 先舔一个 小子 爸 请坐 你也坐下 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件事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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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这样的 爸 咱可都说好了 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不带改的 你还记得东北矿上 你赵叔和赵婶吗 赵叔 赵婶 那我怎么能不记得 他从小都看着我长大的 我这两天跟小米还说呢 什么时候让赵叔到北京 来玩一玩 咱们一块是吧 明天就到了 你开车去接一下 你赵叔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赵叔最近身体特别不好 他们就准备到北京来做一次 全面的检查 你提前把那个床铺和医生 都给联系好了 把号也提前挂上 现在在北京看个病挂号多难呢 你这一排都排一宿啊 然后明天下午四点 北京站 你去接一下 爸 爸 爸 那个 不 明天只怕是不行 因为最近医院确实挺忙的 我怕这个请不下来假 你看能不能打个车行不行 我跟你说 人这一辈子总有老的时候 总有动不了的时候 人家现在有困难了 你帮不帮伸不伸这个手 这个时候才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了 小米 爸说得对吗 对 对 你看小米都说我说得对 是吧 你请不请得了家呀 那万一有手术怎么办呀 是 是是 不请也得请了 咱们有车 而且赵叔和赵婶不一样 人家这戏什么时候刷清呢 谢谢 工夫这怎么也得略底了吧 来 这当初这投资方啊 还是让七七打包呢 幸亏没打包 我看这二十三级的戏 后期能减出三十二级的 打什么包啊 该多少级算多少级 你说是不是 嗯 什么叫打包啊 就是哈姆朗 什么叫哈姆朗啊 就是一脚踹 一脚踹 一脚踹啊 王姐 慢慢的呀 你就都明白了 这以前是干什么的呀 怎么想得干这行呢 嗯 我在没生孩子之前啊 我在托儿所啊 当老师 嗯 后来我在幼儿园也干过副园长 嗯 生了孩子 我就在家带孩子了 再没工作过 这不嫌难受嘛 出来心想 这行肯定挺好玩的 接触接触的 干这倒挺合适的 什么意思啊 嗯 您这边跟大孩子一样吗 那倒是 有点像 哎 你们都跟了她多少年了 我三年了 嗯 我也差不多 三年半吧 哟 那三年多以前都谁跟她 全走了她 嗯 王姐 嗯 你觉得跟着她怎么样啊 一开始不太适应 嗯 一会儿害怕 一会儿紧张 慢慢相处着 也觉得没那么怕她 一开始有点怕呀 妈妈也不太怕了 嗯 聊什么呢 啊 没事 走 咱们走吧 哎 等会儿啊 我这衣服好不好看 好看呀 我怎么觉得中间 有点像面条呢 而且像手擀面 嗯 没有啊 我觉着要是东梅穿上 肯定像面条 你穿上一点都不像 你看 东梅 哎 这像不像面条 不像 嗯 她有点像她三楼那 百叶冲联 嗨 还不如面条呢 走走走 来个节目 那个 你跟这个红衣服 导演说带着要最细啊 嗯 你真行啊 结婚了小日子 过得挺美的是吧 把我这大梅人 就望一边了啊 给你打电话你也不出来 也不去我那儿 你想干什么呢 我怎么能把你给忘了呢 没什么呀 都快烦死了 你这才结婚几天哪 你就这样 我早知道结婚这么麻烦 我就不接了 我跟你说 你可真的别太天真了啊 这结了婚啊 跟谈恋爱那就没法比了 你说这男人结婚前跟结婚后 就是不一样啊 这家里的事怎么就这么多呀 全是鸡毛蒜皮的事 一波未平一波有气 搞得我头都大了 我晚上都睡不好觉 小子 我跟你说呀 一会儿你接你赵叔去 你得早点去 开车的时候路上注意安全啊 对了 你见着你赵叔哥赵婶 一定要热情啊 热情 好 好 刘主任 金大夫啊 那个一会儿我 那个一会儿啊 半个小时以后到会议室 三零二床专家会诊一下 不是明天吗 改了 改了谁改的 明天专家没时间 明天专家 喂 老婆 你别说话先听我说 现在有个紧急情况 本来呀我今天下午没有会 我可以去接赵叔和赵叔 但临时有了个会 我就不能去接赵叔和赵叔 所以你一定帮我去火车站 接一下赵叔和赵婶 谢谢你老婆啊 不是 我 你 你神经病了你 忘吃药了吧你 是卖房子的 我跟你说这种推销电话 你也甭接 特讨厌你这帮人 不是 尽量 你怎么了你俩 吵架了 没有 他们老家来人 然后他爸呢 非得让我们去接站 我就跟他说 你有什么好接 你打个车 不是很方便吗 对吧 你告诉他地址 直接就过来了 不行 非得要去接 说我肯定能去接 答应得干脆利落的 结果怎么样 有事了 还得我去接 那你现在说这些也晚了 你们不都答应人家了吗 你就去吧 不问题五 车不在我这儿啊 在金亮那儿呢 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呀 你真使得 你打个低去 不是 你没明白 为什么我公公让金亮去接呢 就是因为 我们不是刚买辆车吗 开着车去又气派 显摆显摆为了 你说我这表哥 我跟你说他从年轻到现在 他都这么爱虚荣 真是 但你这么想啊 你老公公让去接吧 那是要显摆车对吧 那要是你去接 那不就为了金亮吗 我跟你说 这夫妻之间吧 你两狗子得互相疼 得给他面子 什么情况 卵巢囊肿胎儿早产 准备手术 请出抚枪肌 是 刘主任 胎儿心跳很微弱 很有可能保不住了 必须保住 患者的双侧卵巢和输卵管 都要切除 如果这个胎儿保不住 以后也不能再生了 马上及时抛公斩 通知新生儿健护中心 好的 来 进来 爸 爸 爸 你好 你好你好 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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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娟 这是我们从老家给你带点东西 你看看 你说大老远的你 还带这干啥 现在北京啥都能买得到 都是脸吃那些玩意儿 都是土特茶 北京买不到的 行行行 快快快进来 快里头坐里头坐 快快快 走走走走走走 不是 小子呢 他临时医院要开个会 让我去接的 你开车去接的你赵叔啊 车在他那儿呢 我打地去的 好 老爵 这房子真大呀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别忙 别忙 走走走走走 简断期待 太儿没有退医 启动紧急救护程序 行率六十呼吸暂停 整压人公布苦心 是 胸外按摩 行率将到五十五个 好 注射身上腺素 好的 行率恢复到八十 行率九十五 行率一百零二 户续正常 下锅 老剑 你别整那么多菜 够吃的就行了 你不挑我就行了 还多少还多 都是平常菜 不会 这么多年了 你又当爹又当娘 这儿子都起媳妇了 你咋 咋这么辛苦 这大老人 这大老人那不都是发贱吗 我跟你说啊 我那个儿媳妇那是 大记者呀 那是京城很有名的余记 就是那什么 娱乐报道记者 你比如说那个 哪个导演拍电影 拍什么电影了 哪个导演又拍什么电视剧了 哪个明星又又离婚了 咋就负责这个啊 行了行了咱不扯这些 没用的了 我跟你说老赵 你这病到底怎么样啊 还行 别啥大事 不太好 咱老家医院确诊不了 我就想到北京来给他看看 要医治老赵啊 他还不想来呢 我跟你说老赵 你来北京就对了 北京那是首都啊 咱们那能跟这比吗 那最好的医生都在北京 这医院的这个医疗设备 那都是世界一流的 你知道吗 你在北京看完了 你这心里不踏实了吗 可就是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添什么麻烦 这咱们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 我跟这老赵都是 有四十年的老公友了吗都 我跟你说 你这次到北京来啊 上我这儿来 最佳选择 你看啊 小子现在是医生 家里又有车 他跟这各大医院的 什么主治医生啊 专家呀 都熟 打个电话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你知道现在 你拍个号号 你得拍一宿 我跟你说 来了就好 踏踏实实的 咱把病看这个利索了 然后再回去 别着急 好 您坐 您坐 爸 晚上在家吃啊 不在家吃 在哪儿吃 这 这不是来客人了吗 咱们去饭店吃吧 上饭店吃那得多少钱呢 咱们这几个人呢 就得好几百块 好几百块在家吃 多少顿呢 爸 咱们还是出去吃吧 我看那个叔叔病得不轻啊 他要是病得轻的话 他就不上北京来看病来了 不是 我说 你看 怎么一家人 这距离太近了 没事 不是 你确实这病也不稳定 得小心点 又咳嗽 是吧 他在北京得住一些日子 那咱也不能 顿顿出去吃去 他在北京住哪儿啊 住咱家呀 人家就是偷奔咱家来的 他可以住宾馆呀 那住宾馆一晚上得多少钱呢 他看病也需要钱啊 我跟你说 他没有多少钱 就住咱家吧 在这儿说了 他住咱家小子里面看病 不也方便吗 那也可能住不了几天 三天 五天 四天 六天 那没准也住了这么多天呢 没事 你放心吧 爸 爸回来了 回来了 快去上去 你站住去 快去 你站住在那儿去 你站住在那儿去 上书 没事 喝起多了你没见面了 挺好的 挺好的吧 我刚才医院临时有点事 就没去接你们 让小米去接的挺好的吧 挺好的 没事没事 你忙你的 对对对 这路上 路上挺顺利的吧 挺顺利的 好 那 那 那就好 吃水果来 赵叔 赵婶 行行行 都长得这么高啊 是是是 那个 那你们先坐会儿 我把包先搁屋里去 你忙 你忙着啊 你 你俩吃点水果 好好好 老婆 老婆 你这收拾衣服 不会是要出去旅游吧 去问你爸去吧 问我爸 我爸要跟你一块去啊 那你们俩可得带上我 你说你这个人 你除了耍瓶还会干什么呀 你去看看你爸这个家 现在怎么住啊 不是旅游 是这事啊 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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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帮你弄弄 你把他猜到底呢 你怎么没开着你那个汽车 去接你赵叔 赵婶呢 我医院临时有点事 我就让小米帮我接一下 挺好的吧 好 挺高兴的 好 那就好 爸 就是赵叔和赵婶 是要出生的 住 住咱们家吗 不住咱家住 住哪儿啊 北京他就认识我一个 不是 他怕咱家是不是 没 没地方他住哪儿 这么大 还没地方住啊 我想好了 让你赵叔和赵婶 住在客厅啥法上 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这是 住客厅 爸 是不是不太方便吧 啥方便不方便呢 你赵叔跟赵婶又不是外人 他不会挑这个离的 是 是 是 我这赵叔 赵婶是不会挑 但是我和小米 还有 还有你吧 就是咱这么多人在客厅 是不是觉得 是来回走起来 小米跟你说啥了 小米什么都没说 就是我自个儿的想法 我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 看看 他跟我在这儿倒呼半天了 是吗 陷阱你赵叔害的是肺病 怕传染在 又想让他们俩搬到宾馆去住去 这像什么话呀 不是 我平时看着他 挺有同情心的 怎么一遇到事 就这么没有人情味呢 谁也没说说说 一碾出去 咱不可能呢 不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说小老 从小而你就善良 心肠热 要不你怎么能当大夫呢 当一个白衣天使 不光有一根灵巧的手 你的还有一颗光灿灿的 金子般的心才行啊 你是大夫 你能嫌弃你的患者吗 别说他有肺病 他就只有SARS 你也得全心全意为他干病啊 你也不能远离他呀 是不是 这是你的责任呢 再者说了 小时候你招数招事 没少抱你 你没少在人家吃啊喝啊 睡了的啊 你还记不记得了 你十二岁那年 一帮小伙子打你 你招数拿着大斧子 卡卡卡卡 就把那帮小子打破了 我都记住了 我记住了 你招数跟你招数 差点离婚 派出所还找过你招数 是是是 还有啊 做人一定要低水之人 当涌泉相报 不能过河就拆桥啊 做人不能这么做 是吧 你喝点水我知道是 别媳妇说啥就听啥 你是个男子狠 有点自己的主见 干干啥干啥去吧 你快 老婆 看你这样子 就是没劝好你爸 我确实是没劝好 但是我没劝好 是有原因的老婆 首先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是吧 赵叔叔他们住的 不太合适 但是我爸 我爸跟赵叔叔他确实有感情 你说我爸能让您出去住吗 不可能 那有感情是有感情 现在都什么年月了 那宾馆是干嘛使的呀 他们在家住的也不自在呀 还不住宾馆自在呀 老婆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就是应该住宾馆 但这个住宾馆吧 它有一个问题 你说 你看如果人家自己 没提出来出去住 你说我爸张不开这个嘴 那你去说呀 我更张望 我跟你说 我从小就在赵叔叔家吃饭 我 那我去说 我从小有没有在他们家吃饭 不不不不 你 你不 你是外人的已经更不合适了 什么 我是外人 不不不 你说你说我老婆 你说我 你说我老婆 你是内人你是内人 咱俩谁说都不合适真的 为什么呀 你们不好意思说 那我去说吧 你们不好意思做这个恶人 那我去做这个恶人呗 那个 不是老婆 你看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那就这 那我回我妈讲 你看我我跟你说 你说人家刚来是不是 刚来这饭还没吃 你说你拿个箱子 从人家前走过去 那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那好 那我可以吃这顿饭 可问题是你不能天天在家吃 天天住在一块 时间长了我受不了 那谁也受不了 是是是是 我还是回我妈 不不不不 不是老婆 我一定不让你难受 真的了 你给我点时间 你给我时间我一定 我一定把这个事解决 不是我有这个实力 给你时间给你时间 给你多长时间 你给我三分钟 把手机收起来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收起来镜子收起来 都给我站好了 这个天底下的好男人 有的是是不是 是啊 那么金大夫有那么好吗 有 那么你说说他哪点好 那么你说说他哪点不好了 我在问你呢 我对你先问他 刘主任 那天底下好男人是多的是啊 那不是在咱们妇产科 就只有一个金大夫吗 那别的我也看不见呢 不对啊 不是还有别人家属吗 那不是人家的老公不算啊 那金大夫现在也是人家的老公啊 那你能假装不知 我就纳闷了 你们今年才多大岁数啊 怎么就想结婚了 你们招的哪门子急啊 刘主任 你是现在不知道外面的局势 变成什么样了 我跟您说吧 这个男人越老他越值钱 不知道为什么闲了门了 那女人呢 他越老他就越不值钱了 这耗不起啊 这青春一眨眼就没了 你说我们要是不是趁现在 能紧紧紧紧地抓住 那万一熬到你们这个岁数了 那我找谁哭句啊 对吧小乔 对啊 行了严肃点我回去 谁让你坐这儿来的 你给我回去 我是怎么过来的呀 回去 啥时候啊 回去矿上看看 是 是 现在和原来也不一样了 是 原来那小六那只的吧 人才知道 现在都发了 就那个鼻涕一码 累一码的整天那个是吗 爸 爸不行 出事了 小米肚子特别疼 我估计可能是基金台委员犯了 我赶紧领他去医院 爸 那我帮你去 那我帮你去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我是大夫我有经验 我现在赶紧领他去医院啊 一会儿你们吃饭就别弄我了 爸你你别给我打电话 我赶紧去了啊 你是不是这 这可咋办 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回来 下来吧你 你还当真了是吧你 真是路遥无清淡的 你还真不清 行了行了 没完没了了是吧 总算摆脱了咱俩 今儿是摆脱了我跟你说吧 你明儿还不定怎么样呢 要么我说你这招不好使呢 治标不治本 你要治啊 就得从根儿上开始治 干脆咱俩在旁边找一拼管 有那么难解决吗 你可算了吧 还找冰管 你还嫌事少啊 我跟你说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赵叔这个病 等明天我领的去完医院再说吧 看看他什么情况 你带我去哪吃好吃的呀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你 你别说你这也挺绝的 不管出什么事 胃口总是好 老赵 吃饭了 来来来 走 就算你们要找对象了 可是你们也不能相中金大夫呀 金大夫可是有夫之夫啊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哎呀 哎呀 刘主任 你以为我们真的想嫁给金大夫呀 才不是呢 我们只不过是在开开玩笑罢了 再说了 就算是我们真的喜欢金大夫 也不一定真要嫁给他呀 你说对吧啦 我要嫁给金大夫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 小美 爱情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 你太美了 你不懂 你这个倒是说得蛮有道理的 你们怎么样我不管 反正你们别给我影响工作 没有啊 我们从来都没有影响过工作啊 主任啊 那你想想每次我们都是完成了工作以后 我曾去找金大夫的 就是呀 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出什么岔子 你说对吧 总之 工作的时候就要像个工作的样子 找男人就如同买房子 这房子分为连租房 商品房 经济实用房 地段也是不同的 一环 二环 三环 四环 五环 六环 你们知不知道 金大夫多少钱 金大夫可是别墅级的 你们买得起吗 贵了 行了 以后上班这时候 不许跟我说那些 与上班无关的事情 让我知道了你们等着瞧 主任啊 竹佳 金大夫去哪儿了 还没说完呢 还没说呢 爸 确实是蓝尾妍 对对对 现在正输液呢 那个他妈跟他都过来了 一听他说这样吓坏了 急得要命 给我还批评了一顿呢 那现在正 正陪着小米书宴呢 爸 要不干脆这样吧 他妈挺担心的 干脆我们俩今天 就去他妈那儿住吧 好吧 这样他妈也不会 那么担心了就 明天赵叔这事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您别担心 没事没事 我跟他妈在这儿照顾着 明天早上我就回去接赵叔 挂了 我的天 老公 真行 真能撒谎 眼睛都不太眨一下呢 胡说 你摸摸我这心 我秃秃了 还不是为了你 我什么时候撒个谎 从来一句谎话都不说 我跟你在一起 你就没讲过一句真话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一句还是有的 哪句啊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老金 你还不给小亮打个电话 问问那儿媳妇病怎么样了 不用 小子是医生 不用她 这蓝胃牙尤其是急性蓝胃牙 那挺吓人的 要抢救不及时会出人命的 你知道咱们矿上那李科长 她媳妇就是蓝胃炎穿孔死的 公盈科那个李昭峰啊 对对对 她那个老婆不是二老婆吗 是啊 她媳妇比她小十多岁那个 没了 这可真是黄泉路上无老哨啊 这蓝胃炎这么厉害啊 老金 我看你儿媳妇长得挺漂亮的 人也挺单纯的 她单纯吗 不像那有信仰的人 老金 你是个有福气的人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 小时候我妈就说我长得有福 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我这儿蠢 多大呀 谁回来了这是 还有谁呀 妈 你们怎么回来了 她老家那个照书照审 过来看病 要住他们家几天 过来住两天 对 我以为想我了呢 妈 您真辛苦 回来这么晚 是可不骂 不光辛苦我命还苦呢 行了 妈 你们俩看件事吧 吓死了 老公 你说 赵叔赵婶不会住咱们屋吧 不会 哪能住咱们屋呢 那不会呢 那住哪屋啊 对呀 那住哪屋啊 看看 你看 这是小子的新房 今天晚上你们俩就睡在这儿了 反正他们俩晚上也不回来了 老金 这 这小子新房住这儿合适吗 我们俩就在门厅 沙发睡就行了 是是是 行了 就在那儿睡吧 明早日还起来看病呢 抓紧时间休息吧 好好好 老金 你也累了一下午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大嫂子你别老这么客气了 行了 我去接电话了 赶紧休息吧 来来来来 不 不合适是 爸 你们睡了没啊 我们都开始睡觉了 都 都开始了 那个赵叔和赵婶 住哪屋你是怎么分配的呀 你赵叔赵婶住你的屋了吗 那怎么住 有事没事没事我料了 我 那个我 我没事 我说的没错吧 你怎么不跟你爸说呀 我怎么说呀 你没听我爸说的 我爸在电话里说什么呀 等人都开始睡了 还能让我爸 把赵叔赵婶出去啊 赵叔赵婶出去啊 平地瓜 大美女 亲 闹鬼女 亲太郎 女小女 不找不闹 不亲密 有情有爱云道理 说你闹鬼女 老江湖 想扶起 别熟悉 多有趣 难解难分 难到底 亲亲爱情 没道理 这年纪 这月里 这脾气 老爸 老妈都不容易 我让你 我夫妻 我愿意 爱愿打愿爱 要争下去 要争下去 相亲相爱 相信你 天塌下 带你成去 又哭又笑又甜蜜 幸福全靠你 我爱家 我更爱你 我爱家 我更爱你 今太郎 爱你 想你 好心 好意 好脾气 千金难卖 我哪里 老江湖 想扶起 对熟悉 多有趣 难解难分 难斗地 亲亲爱情 没道理 这年纪 这月里 这脾气 老爸 老妈都不容易 我让你 我夫妻 我愿意 愿打愿爱 要争下去 相亲相爱 相信你 天塌下 来你成去 又哭又笑又甜蜜 幸福全靠你 我爱家 我更爱你 今太郎 爱你 想你 好心 好意 好脾气 千金难卖 我乐意